Champton zijn weer meer met met voor ons. 跌撲換攻 起呼退 我們第四拳換了上、中、下、上盤 上盤以男群為主 以身助氣、以氣助為主 中盤奪殺後化智能 下盤腳化繩 是一個致富性的一個狂張所控 我叫陳偉強 是第四拳第六大傳承人 現在信武已經45年了 我出生在武術士家裡面 但是我從小真的不喜歡練武 覺得在實際生活中沒什麼遠處 還要就太苦了 我父親對我非常嚴厲 我稍微有點患錯 他就叫我最災難的病 手拼馬 快著夾他 丟了重訓車 17歲 我自己興趣報到警校 出來後 剛才在工作不久 就遇到一個案件 追捕一個吃刀殘劫的犯罪行李人 追到敏仰邊 看到我攔他 他馬上把刀拔出來 我就悶了一下 然後衝過去用地鼠的困擺 制服他 那時候我跟朋友很有成就感 所以說我那次沉下進來 又重新把武術過了一遍 重新認識一遍 所以我才喜歡上那武術 第四拳起源於明目清楚 你拿了一個白眼 是中門無異 慈悲為念 一般是防禦制服性為主 第四拳也叫做狗拳 通過長期的觀察狗的動作 跌撲防空 演變成我們人體肢體的一個 進攻防禦的動作 第四拳手地面上 形成一個獨特的風格 力量成熟的情況下 我們主動倒地 佔有力的地形 我們進行捆綁做工 一、二、三 第四拳是捆綁、所控為主 我們這對方躺下、控制住 對於目前 我們招捕行為人 能夠實際運用到的一個 一門武衣 所以說我把技術的元素 很多抽出來 加以體驗 把這門的武衣 傳授給警員 然後來訓練這些 我們的戰友 我們的同事 力量 抓 前腿 對到對方高邊腿 在出腿的沙拉 你腰肩的掌聲 你看 最大的部位是詐欺關鍵 訓練過程中 首先最明顯的是體能 第二是防疫能力 第三 通俗講就是打、打、丟到 臨場不怕 讓更多的警察 能夠掌握著這門的技巧 在平常執行任務中 少受傷 少流血 報警中 消滅住 把傳統的武術淪入社會中 讓更多人 領會到它的精髓 喚醒更多的人 參與傳統武術的鍛鍊 保一黃的平安